再开始 一般泰拳手上场 有时候会有泰拳的模式 但是今天好像没有这个模式 这场比赛应该是在 我们的自由搏击规则下进行 来看到一上来刘海南 就主动发起猛攻 拨球还是非常的冷静 现在拨球 开始用自己的正灯腿进行试探 刘海南还是一位重金的选手 刘海南应该说是个挑战者的角色 是的 曾经刘海南在昆仑爵去年的北京战当中 是一晚上联克两位中国的领域汉将 冯磊和莫串伟 所以说对于他的进攻能力 还有他的体能是无用置疑的 但是面对今天 这个打得很主动这个刘海南 是的 今天面对传奇啊 刘海南要如何应证 整灯腿直接上头 刘海南的这个 这个球 火球这个震灯力非常突然 一点震灶没有 突然上头 火球上一场比赛当中 是击败了中国的酷刑者顾灰 今天再一次面对 中国小将的挑战 整灯腿 整灯腿 刘海南欢迎颜色 再一次的整灯腿来自于波球 奇怪的是 波球现在还没有他的鞭腿 是的 这个泰拳应该是 他的鞭腿是泰拳的整个这个就是特点 波球刚才防守反击的时候 好 这边才来了高鞭腿 波球这种高鞭腿像一种批挂式的高鞭腿 我看到刘海南这个进攻也是 速度非常快 是的 对于波球毫无畏惧 这年轻学者就必须有这样的勇气 这个荣誉是打出来的 是的 那波球还是一如既往的展现大将之风 刘海南面露自信 哎呀 就是开速的摆摔 自不快 几乎没有接触 是的 所以像波球这样的传奇老将 可以说是一点一点的想要去在心理上 想要去蚕食自己的对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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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下被防住了 对 上线走 对 对 走 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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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一个成熟的老将 真是会在比赛啊 可以说是分分秒秒他会找机会 去不及人在鸡摘树上给对手摄战外 还有人会很多心理上面要干扰对手 对 刘海南应该说第一阶战术打得还是挺好的 是的 所以他比较体验自己快速迷惑 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 其实波球并没有完全实战出来 是的 那 因为对于这个像波球这样来看 他刚才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工艇 对 而且拉头下来比刘海南一个 特别难受的一个被摔倒的情况 因为对于波球这样来看 这是传奇老将 可以说是他可以去毒人 他可以去毒自己的对手 解毒自己的对手 所以说他一旦是通过第一回合 虽然看没有怎么出招 他一旦是第一回合 我知道你的路数了 那么在第二三回合 将会是非常可怕的反馈 这个探拳选手一般第一回合 有时候他节奏是会慢点 他热得慢 所以他第二局第三局的话会 肯定节奏会快起来 而且威力会释放出来 有很多人说这个探拳手第一回合打完以后 我说第三回合打其实差不太多 是的 但是中国运动员常常有时候 第一回合第三回合有时候差距要大 那看刘海南还是毫无畏惧 继续持续持续的猛攻 其实对刘海南来说 自己如果说想要在波球身上占到便宜 一定要有一个字就是变 一定要善变 如果说你不善变 对 如果说我只是去一味的进攻 啊我进攻非常顺手 一旦是波球反呼 如果你还不变的话 想会非常可怕 对 对 非常漂亮 刚才一个刘海南 也是快打快收 然后跟波球进行缠爆摔法当中的抗衡 对 波球还是 鼓齐的出招 鼓西 整灯 直接打入 波球是在泰拳里头实际上他的记载 是非常全面的 对 鼓齐的 又是灵溪 再一次的比赛 哎呀 但是流海南来说 腹心里毛很激愤 我要再起来 波球连续的 这是有可能登到了当初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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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赛中有时候他不是有意的 对 双方同时起腿的情况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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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很多啊 这个摔法虽然不给分 但是那么大幅度的摔法 对于整个一个后背全面着地 这边震的也是很不舒服 哎 转身的 好 转身后反准 也整灯 转身边拳 好 第二局双方打的我觉得更漂亮 是的 对 没事 博球的拳法的反击 别跳 别跳 直接顶锡 这刘海南一定要防守好自己的头部 因为 博球很可能随时 由中段的这种顶锡 还有踹腿变为高段的扫踢 别搜 之前的孤星的乌龟 就是在这个环节吃了鬼 这个 连续的锡 对这个 刘海南应该有很大的威胁 因为如果说你 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而且如果这个非常具有穿透力的锡 但刘海南现在大家看到 他已经 刘海南已经开始用手去够这个膝盖了 对 非常危险 他已经开始在审划 说明已经击中他了 是的 可能会随时变现 又是蹊击 哎 我看到 博球这个核心能力 核心力量非常的大 他在一步一步才是刘海南的信心 对现在第二局明显这个博球开始发力 看似 战力是格斗 就是拳来脚往 但是你每一次打入你 就像是好像是打台球一样 你每次打完这一步 你自己的身体在哪个位置 你下一步怎么走 打台球 延续的中间 打台球 打台球 第一次击倒 能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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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坚强站立起来 对 非常坚强站立起来 对 但是博球直奔放在肩脏而去 打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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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防守变得特别重要 不能再为中击 是的 好 第二回合结束 好 第二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结束 来的很时候 哎呀 博球啊 他真是给你感觉是大将之风 就觉得 我跟你打犀利怎么就绝对没底呢 毕竟自己是经历了 三百多场的大战犀利 这场比赛 刘海南 到目前为止 打出了自己的艺术品质 敢于出招 敢于亮剑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柯伦爵 2016年 福利来临 除了江苏卫视 每周日下午7点的 柯伦爵 加多在江苏卫视 每周二晚间10点半 柯伦爵 也会 再次和大家的晚上见 也就是说一周两多 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要告诉大家 同时请大家要关注1月23日的 我们的最后 诸神之战的总决赛 在三亚打响 最后一回合 刘海南想去欺负 但是郭秋说毫无影响 这是至于郭秋应该发力 刘海南也会将破释沉重 在这边走 在这边走 两边散开走 看到郭秋又是像坦克一般的 不不为行 大力的扫踢 一段的扫踢 前手的攻拳 打得太好了 哎呀 直接打入 趋势结合 你很难判断 郭秋这次到底是拳还是戏 还是腿 变化非常的迅速 是的 身法大师级的转变 拿去 别再稳住 看到郭秋再一次的 别人对待 看到郭秋的下盘啊非常的稳 刘海南虽然是抓住了他的腿 但是非常难把他摔倒 下先走 下先走 郭秋在第二回合 有一次击死的 可以说是独秒 或是刘海南独秒 而刚目前为止 郭秋没有给他的腹部 进行第二次的有目的的进步 他打头部了 可能郭秋是想多次以头部的中击 然后再打 是的 或是刘海南再一次包了虎步 去像刚才那击中击一样 太强了 太强了 先走 刘海南想反击 刘海南这个时候自己本身的拳法键 他想要自己先去跟博球主动报场了 这是已经处在弱势前面 是的 来一次的中拳打到刘海南 刘海南需要抱抱这个 来 博球 双方的次拳对攻 刘海南的边走还是让刘海南进去进行拼打 但这个时候刘海南可能 自己心里面可能觉得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跳戏 非常漂亮 还有50秒的时间 双方将怎样的表现 袭击来自于波球 再次拉开 刘海南打得还是非常的顽强 他在出来备动的情况下 基本上没有乱了自己 是的 还是有有效的防守 所以博球一直没有找到开过他的机会 是的 我看到 好 打出反击 非常好 还有15秒的时间 中拳 博球可打掉 奇迹来自于博球 这最后的几秒钟时间 这次比赛打满 比赛打满三局 刘海南已经打得非常的完整 是的 而对于刘海南双手那么重的 这个复古打击还能够再次的投入比赛当中 而打满了第三回合 确实一直品质令人称赞 同时波球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大师风范 让我们叹为观传 今天就他们两人我觉得都打出了自己的复合水平 是的 我们就要等待一下场外我们几分裁判的打成结果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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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速摄影机的回放 看到双方ред赛当候的各个济角 …… 结果如下 一号采法29比27 选择第一 29 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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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 二号裁判,30比27 judge No.2,13,27 三号裁判,29比27 judge No.3,29,27 and the winner 本场比赛结果 By the Red Corner,洪方胜